台东普悠玛铁人三项赛事 今年的办理来到了第八届 参赛选手超过4000名 也堪称是台湾史上最大铁人赛事 内容包括了大铁人 以及首创第一场的小铁人 大宝祖小宝祖 另外更吸引了超过100名 国外的选手前来参赛 其中香港选手就超过了70名 为着4月9号10号两天的赛事 8号下午特别举办了赛前的记者会 我们的服务品质 一定有达到各位的要求 第二个我们的赛道 集围我们的区域军队是风光明媚 为了要给各位选手更好的福利 在台东的商家里面 只要有贴一张A4的纸张 上面有写选手想好康的活动 店家都会享有优惠 记者会上邀请到台东超级226K 三连霸冠军的超铁大魔王李高伟 担任今年度赛事的代言人 分享参加铁人三项12年来的心路历程 也分享他是如何兼顾工作 训练家庭以及生活 并且让铁人三项成绩逐年成长 很多朋友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可思议的距离 跟一个项目 但在我这12年以来 那我们的训练模式 都是每天3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住 然后有时候是早上下训练 那我们有迈向直接选手的目标 跟我们的梦想 除了这次的赛事 台东城乡生活运动协会 今年9月11号将首度在台东池上向大波池 举行标准铁人三项赛 让选手体验台东不同水域的参赛感受 10月将再度与台东县超级铁人三项协会合作 举行台东超级铁人三项赛 东台新闻石龙宇台东市采访报导